你算第一次要看 有看嗎? 有有有 HELLO 沒有欸 沒聲音 我其實很期待這次的變化 因為其實 這個是我 拍 已經大概一整天沒有拍戲 其實我前去年 已經沒有拍戲 然後一整天沒有拍戲 其實這中間累積了很多能量 然後這也是我第一部 很主動去做非常非常多的功課 的一檔戲 所以其實蠻期待的 我啊 其實我對於未來媽媽 有很深的感觸 當時一開始看到這個劇門的時候 我就想說 哇 終於有一檔戲 是真實的在講 30出國稅的一些心路歷程 然後我真真切切的覺得 這是我近年來接到一個角色 我儼然就是這個年紀的代言人 我在裡面在討論的東西 或者是一些 技遇或者是身邊的閨蜜 都是我們生活當中 很貼切很真實的存在 是好的這個就是 到底戲裡是真理還是戲外 才是真理 那張靈也來簡單的分享一下 對這個今天看片的期待 在他們看到之前 我自己也非常的期待 主要是因為 今天剛好是這個閨蜜場 然後在拍片的過程中 他們兩個真的讓我很感動 就真的有閨蜜的感覺 是在日常的相處上面的 是 所以我也很期待這些片花 有沒有這樣子的感覺 出現 對 今天有各自精彩的一些片段 但我只是讓它淺嘗而已 七分鐘嘛 看這麼多這個內容 這麼精彩 重點是看一些這個戲裡面 我們在討論的這個 女人的未來一定是媽媽嘛 女人的這個價值 只要用肚皮去衡量啊 這個議題啊 然後我們看完片之後 你們一起更有感覺 回到角色裡面 也回到生活當中 然後今天就由你們三位 來幫大家導讀 大家對這個片 到底你們要看頭的事情 你們自己的想法 也都非常的好奇 想要了解一下 你們右手邊這個螢幕呢 就大目標公開的地方 是 然後那個 麥克風今天交給各位來看 今天為大家準備的 未來媽媽 首錄這個媒體公開播放 中產片的 歡迎我們的新郎 祝國先生 帶來的新娘 超佳麥克風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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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我來說 非常的有寫笑 好 哈哈 你怎麼會不會去死 對 這是本來的孩子 還是你自己家的 還是你覺得自己才是寫真好 所以從這裡開始好 好嗎 好嗎 我覺得這場戲蠻妙的 因為我是一個 很需要真實感的人 那我覺得這一次很謝謝幾個團隊 他們讓我們在 整個不管是環境啊 還是工作狀態裡 都讓我很融入在其中 然後會有一種 哇我好像真的結了一場分 然後 真的經歷過這一切的感受 對 然後因為從前置到 到中間拍攝 然後真的也是做了蠻多功課的 像劇毒可能有請真實的咨詢師來跟我聊天 然後講了很多故事 那我自己就是周末假期 我就會去找我身邊的朋友 生小孩的 然後我就是護士的朋友 護理師的朋友 然後讓他們聊天幫他們帶小孩 然後聽他們講種種的故事 然後還有 因為其實我 收莊的朋友只有我沒有 另外一半沒有結婚生小孩 但其實很多的同學 朋友其實都 邁入這一段 幾個歷程了 對 然後就會常去跟他們相處聽他們說 你抱了幾個小孩啊 別人的小孩 有當個乾爬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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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很多的乾爬 小孩喔 小孩喔 小孩有 小孩有 五到十個機械 很妙耶 就是我拍這場戲的過程當中 我身邊總共很多會遇到類似的事情 我就可以拿來借 借代入這樣 很有趣很有趣 對 因為像 我有去拍結婚公正 然後我身邊真的有姊妹 就是詹子晴 她要去公正 她還來問我說公正要戴什麼 然後我就跟她講說 你要準備什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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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才剛拍完那一場戲 然後她都樂了一下 我怎麼會問一個單身的人啊 我說願意 她說你怎麼會知道 我就說因為我剛拍完這樣 喔真的真的 看你講個數字 這樣才會先來回答這個問題好了 其實你們在拍戲過程當中 一直在看老生不熊嘛 那每個都不一樣的狀態 現在正式的那個數據統計 現在有十對夫妻 聽說有六到七對 真的會有去跟不孕這件事情 做過非常多的搏鬥 我們覺得 所以換言之 只有三對夫妻左右 他們是想生就很自然的 有了這樣的這個愛的界線 你聽到這個數據 跟你身邊的朋友 這樣相互對應起來 蘇瑤有聽過 你身邊那麼多朋友去 跟女兒之間 你們在那聊天的時候 有沒有去聊到不孕 想生啊 或什麼的這件事情 有 因為其實我剛接到講期的時候 我很納悶 到底為什麼要這麼想生小孩 因為我是一個可有可無的人 我不是很能理解到你女兒 為什麼這麼想要生小孩 然後我才去跟身邊的人聊天 才發現 哇 原因有千千百百種 對 然後每個人背後 其實都有一些非常非常辛苦的故事 對 然後這就是讓我有點驚嚇到 因為 其實你不會 不會有人跟你說這麼多 嗯 對 劉萍妍妳剛剛看完的時候 大談了一口氣 對 妳最讓妳覺得 對妳那一口氣為誰而談 我 我為誰而談 其實是 大家剛看到的那個 我們的預告 老實說我覺得 我們的話題是很嚴肅的 而且是會讓人家喘不過氣的 但我們這段時間在拍的過程當中 沒有這種喘不過氣的感覺 很像是我們的生活 我生活當中就會討論動人 我生活當中就會討論婚姻 我們生活裡就會討論到要不要有小孩 甚至是整個 就是 像劇組幫我們營造的氛圍也是 有新婚的 有煩惱的 有獨立的 但是現在看的時候就發覺 哇 原來這是一個 這麼讓人家會喘不過氣的陰體 而且這其實像我這樣子的年紀 就是直接叫職求面對的時候了 對 所以其實拍未來媽媽讓我很有感觸 我是在拍的時候非常認真的去想過 我是不是有可能有一天 在沒有對象的狀況下自己選擇生小孩 那我是不是要去動軟呢 還是說我應該要做什麼樣的準備呢 都是在拍未來媽媽的這個過程 讓我才有意識的去面對 因為我相信可能有很多的女性跟我一樣 到了也許三字頭的時候 我才會意識到說人一生你生下來的時候 你的軟子多少就是確定的了 但是以前十幾歲的時候 你一點都沒有管你的軟子多少 哎呀我很多啦 你現在就會 啊 是不是有可能在告訴你呢 有點這種感覺 你會開始思考這個問題 然後這裡面其實你的角色 有一個非常重要的關鍵點 就是你是一個成功的女強人 那裡面大家又在討論說 這女人的成功跟肚皮的價值 以假設來說你怎麼 你怎麼去呼應這個議題 那女神那個女強人 我相信身為代言人的我 應該很明顯看得出來 女人的成功 不一定跟肚皮是化長等好的 但是我覺得女人的肚皮要不要有動靜 真的是要努力也要自己要做好心理準備 對 因為有的時候 有或沒有 真的不是你可以決定的 你要用別的 不要用這件事情來定義你自己 這才是最重要的 嗯 對 好這相對應出來呢 將你稍微幸福一點 因為你的真實人生效還是順利的 但在裡面你是有生育的壓力的 如果你真實人遇到這個問題 把你一眼來就更糾結了 所以你當你這個真實人身份 是一個媽媽了 但是在裡面又遇到一個 一直被全天逼著要面對肚皮 爭不爭氣那個婆婆 還有婆婆的朋友 還有互相的比較 對 你在這個角色裡面 在這個掙扎跟這個 比較對抗的過程當中 你有什麼 比較覺得心裡頭 想要跟我們分享 那個角色的糾結的部分 角色的糾結的部分 其實這樣就像 大家剛剛看到片花的 我大部分時間就是 就是籠罩在這種黑壓壓的氣壓裡面 所以每次拍到我們家的時候 都會很不舒服 是身體當面就會覺得很被壓迫的感覺 嗯 還好那個 在拍戲路人當中之前 你就已經是個媽媽了 那會影響 心情怎麼會影響懷孕嗎 你身為一個 樹林會吧 是吧 應該是會的 應該是會的 壓力太大就會更容易 你一個真實的身體當中 就是生小孩對你有過困擾嗎 有像戲裡面那個 那個講師那麼困擾嗎 我就是 比較沒有 沒有困擾 但是真的是 演了這部作品之後 才知道 那身邊有這麼多的人 有這樣子的困擾 有這麼辛苦的在 處理這個問題 是是是是 其實眼前的那些攝影大哥 也許家裡 像他都有本來念的經 可是他們現在是男人的角色 可能在看著 在談到這個議題的時候 我又想要問過樹藥了 你演的那個角色 在裡面其實也經歷很多 甜蜜跟現實的那種糾結 那個男主角在跟你求婚 或是談戀的時候 相當的甜蜜 然後到最後 你們為了生小的議題 在裡面 你曾經有過怎麼樣 對這種女人生意來規劃 這種心情上的波動嗎 就是以那個高家菲來說 他當時有了想到 被求婚完 就要去當媽的這件事 當時應該沒有 他也沒有想要結婚 我覺得 我覺得高家菲這個角色 他應該是說 他覺得他會跟這個人走一輩子 但是他還沒有打算什麼時候結婚 所以像checklist 他可能結婚這件事情 他還沒有擺在最前面 他就覺得 談戀愛現在兩個人相處好好的 就好啦 為什麼一定要結婚啊 對 然後 而且我覺得可能 因為他的工作的關係 他就覺得結了婚以後 你要面對的事情 就會非常非常多 對啊 就是你看 我們到了30大家開問 欸你什麼時候要結婚 那結婚之後開問說 欸你到什麼時候要生小孩 然後生完第一個 就說欸什麼時候要生第二胎 我覺得到底關你什麼事啊 我覺得可能家菲不想要去面對這些 他覺得我的人生有我的tempo 我為什麼要去迎賀現在社會大眾要的 或是大家覺得的圓滿的樣子 對 他其實還有自己的節奏 殊不知度我才把這個節奏給打壞了 對 嗯 然後你的角色身分裡面也也蠻特別的 所以包括在這個劇集作 很多的甜意調查的歌 是放來跟你對話的 所以有沒有先不要讓你覺得 那些女人在求子過程當中很心疼的故事 是你自己真的很想要幫女人說話的 哇心疼的故事太多了 其實我在演的那個當下 就是我真的會哭到死心裂肺 是真的有時候你想到 哇如果我是這樣的女生 在這樣的環境 我覺得那個真的很崩潰 就是 因為其實我在拍的過程當中 因為我有去做 打很多針 拍亂針這些事情的過程 那其實我很想把它呈現出來 但導演他很不敢 我是想說 有很多的事情其實 你可能聽起來覺得沒什麼 但其實這真的很痛苦 像打拍亂針這件事情 你一天要插多少針在你的身上 那個打到肚皮 到後來瘀青 打到沒有地方打 這是大家沒有辦法想像的 對 可是就是我們 原來那時候我還有跟導演講說 我說你要不要就讓我打打看 就是我可以願意為了戲組 要這樣 是因為我真的希望觀眾 不知道這件事情 到底有多難受 但因為導演他們覺得 太激進太害怕 他們覺得太激烈了 他覺得太激烈了 對 因為很多事情 你們沒有經歷過 你們不會知道 像我們去取軟式 我們要去取軟這件事情 聽起來要取軟 然後就去取軟 有什麼膽德 但你知道那個 手術包 成全一打開 那些動具 你要想知道 塞在女生那裡面 那個是多麼侵入 多麼被 就是很不舒服的感覺 但是我沒有進過 那個排卵室裡面 我不會知道這件事情 對 但是有經歷過的人才知道 其實這些東西 我都很希望 可以把它呈現出來 但他們膽子那麼少 就是 對 那很激烈 對對對 也不能夠抵達為 你們已經演得非常投入其中 因為你真的是 親身地去經歷到 探索 了解 包括他們的情緒 反應表情 然後由你自己去把它做展演 然後聽那麼多故事 我相信你心裡 應該很多很多就是 就像你講可以直接置入其中 你演起來應該 不能這樣得心醜 但你演來不會覺得心酸 跟有一些感同身受那種感覺 對 感覺蠻多的 你剛剛講的那些什麼 趨軟 張英一直點頭 所以 你在完成人生大事之前 你有想過像動軟 或許什麼這樣的思考嗎 我真的沒有想過 我只是知道 我真的很喜歡小孩 所以 我本來的藍圖 我自己人生的藍圖裡面 就是會有結婚生小孩的 這個 這個 這個什麼 這個規劃 就是List上寫得很清楚 對 按照步驟就在走 但是真的因為這部作品 就看了很多個個案 也許了解了不同身邊的故事 比如說像佐哥的老婆 我看了他的那個 你講他們兩個在搖頭 Youtube頻道 我沒有這樣的問題 就是看了當下 我今天會很難過 很感同身受他的 他的幸福的地方 真的真的 就是沒有這個經歷的人 就像剛剛初遙說的 真的是取軟 其實沒有那種 就是朋友 真的是為了生一個孩子 然後女生真的那種 受到的那些磨難 真的是蠻多的 其實是 你的平衍你還有一樣 生小孩 很急著吧 麥克風講 對 他一直希望聽到你的說 這裡面現在感覺上 最容易 即刻遇到問題 就不知道為什麼 就會都一直想到 是你 對 對 我來為大家解說一下 我覺得動軟這個話題 大家一定要深深的 看著未來媽媽 跟我們一起 好好地想一想 因為就如雅瑯講的 或你已經講的 其實中間真的有非常非常多的過程 不管是動軟也好 或者是求子的過程也好 不單單只是身體上的辛苦 我覺得心理上是最辛苦的事 因為我 其實有因為 因為這一檔戲 開始想著要動軟的這一題 可是 這一題 公眾的壓力會先問我婚姻 那婚姻就已經夠有壓力了 大家想想看 婚姻的壓力 如果又跳回到 因為自己生理上 或者是心情上 然後無法實行自己想要的計畫的時候 我覺得那種 過多的關心跟詢問 都是非常非常大的壓力 我在這裡要很認真站出來 為很多正在努力的女性們說 不要再問了 我們自己會想辦法好嗎 我要問你一個問題 你說 如果有人告訴你說 你生完了 你生完了小孩就夠了 小孩 然後第一位會在家提升 你覺得我在乎嗎 我應該會靠我自己 有能力提升我自己嗎 我生了100萬呢 蛤太少 才100萬 對啊 開什麼玩笑 你來試試看 很辛苦耶 我不知道 因為我曾經有進入賠產的過程 甚至包括只是 大家認為簡單的自然產 一點都不簡單 我剛好生孕的這個朋友呢 他在順產的時候 就希望有護士幫他推啊什麼 剛開始聽就覺得 沒什麼事吧 但是因為我的朋友就邀請我進了產房 我就眼睜睜看著 那護士把手伸進去 他的那個特別的洞裡 再把手這樣順著小孩的頭 到這個產道 然後還不是只是順一次 然後這一整個過程 我就覺得我知道的太多了 我知道的太多之後 我就發現 其實不管是生產或者是任何的過程 有一個小孩都是很值得珍惜跟很辛苦的 是是是真的真的 女人最懂女人了 看完就是你剛剛的說法以後 我更是這樣子有這種 你有感覺到 因為我覺得你真的就是 你們真的為這部戲去做的那種 已經比較田野調查了 你現在直接進入我們為人的這種 生命狀態裡面 就瞭解那個過程 所以過去我們 現在如果你很需要知道一些細節 我們下次有生產的朋友 也可以邀你一起來 好好好 如果他不見得 不能在那邊去做Discovery 在那邊做 好 最後一個問題要播出不了 你來為我們簡單導讀一下 教我們大家 任何這部戲上片的時候 你希望我們用什麼樣的心情去看 未來媽媽 我們不希望大家用太沉重的心情 來看這個議題 因為其實看戲就是想要放鬆 那其實這個議題已經很沉重了 那可能大家看片花也會覺得 好像稍微沉重一點 但是我不希望大家是用這個心態 來看我們的片 因為其實輕鬆的部分也是有 那我希望不管你現在在哪一個階段 不管你是男生還是女生 我希望你可以看看我們的片子 因為有很多方位的呈現給大家 我覺得 因為像可能我的部分 有的時候小父親之間吵架 很多是誤會 那觀眾其實你可以看得到 我們到底為什麼吵架 你也可以去思考看看 你為什麼會跟你老婆吵架 對 然後有些可能婆媳之間的 對 婦婦也可以看一下 原來媳婦是這麼辛苦 那媳婦也可以看一下 我們到底是為什麼會 要這麼要求 這麼在意的是什麼東西 對 然後任何你有問題的地方 我希望這部戲看完之後 你會 不一定會有解答 對 那我希望你可以是比較舒心的 因為其實我演完這部戲 我有很大的感觸 就是很多事情不是我們能決定的 人生其實很多事情你只能選擇跟承受 那 但這過程當中 我希望大家都是可以抱持著一個 平常性 然後 嗯 我覺得任何事情做了就盡力 盡力了就自在 對 然後不要這麼糾結 不要因為你的執著 然後讓你承受了很大很大很大的痛苦 好 一部戲當三個女生 來為一群女人代言 代言一個人生 這個生命過程當中 要不要一起共同面對這個問題 我們沒有一種標準解決的方法 但是可以一起來討論 當你往這個方向去的時候 他們三個會帶給你們一些 在這個思維裡面 新的想法 其實算是一種陪伴 對 因為我覺得每個人人生有不同的劇本 大家在每個劇本裡面 扮演不同的角色 但是 我希望這些女人們知道 你們在承受的痛苦 其實真的有人明白 對 你不是一個人這麼辛苦 然後 對 你要適時的 可以發現這樣 對啊 讓大家了解 好棒好棒 有人在想說戲劇其實帶給這個 真實生活是一種療癒 也許你們都做了這樣的一些 希望有這樣的成分在裡面 讓大家以後再看這部片段的時候 可以感受到新的一種幸福 因為有人陪你一起解決問題 是這樣子 謝謝你們今天三位 讓這部戲的整個樣貌 讓人更清楚 期待他的人正式陪出 接下來就讓